问德云社里论捧根的如何用一句话让斗根的闭嘴 继一语致死组合有哪几位 答曹赫阳 朱赫松 周九良 何九华 要说德云社哪位斗根最痛苦 那就数德云社头牌38号 蓝蓝紫了 一语致死组合其他成员都已经改好了 只剩下捧根巨匠朱赫松在一语致死捧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今德云社发展形势大好 靖赫兰 朱赫松两人也属于代翼投尸 而且自带捧根 2013年两人进入德云社 2015年正式败师 进入德云社之前两人就是搭档 进入德云社之后 这对搭档一直没有被拆散 相伴数载 默契十足 情分无量 一直合作到现在 其实靖赫兰和郭德纲老师还有一段渊源 那就是靖赫兰的爷爷靖金来 靖金来是天津的相声演员 也就是郭德纲的义父 也是郭德纲口蒙的一个师父 当初郭德纲能够在天津发展 能够有场所说相声 以及后来到北京创业 这里面都有靖金来先生的影响 我小的时候学相声在天津 有一位老师教过我 我也叫师父 就是天津的相声老艺人 靖金来先生 可惜去世的太早 但是就是他爷爷 他爷爷靖金来先生 对我最重要的艺人就是他爷爷 是他爷爷跟我说的 你一定要走 要离开天津相声界 否则你会死在他们手里 不得不说 朱赫松的运气太好了 作为目前最大的相声团体 想加入德云社并非易事 作为同科的张赫伦 也是经历了三次考试 才加入的德云社 而朱赫松却是被郭德纲 主动找上门的 拜市之后 郭德纲也是非常重视二人 2013年加入德云社 在2014年5月的时候 郭德纲就为两人举办了专场演出 而且助演嘉宾 是咱们的副总鸾云平 和总教席高峰 而且在之后的郭德纲 和岳云鹏的商演上 也可以看到两位的身影 后来两人还加入德云三宝演出行列 靳赫兰和朱赫松 在德云社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台上的兰兰叫靳赫兰 这一切都归功于朱赫松 日常不做人的朱赫松 在台上对靳赫兰永远都是 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的状态 一本正经的搞笑 虐得靳赫兰很难 朱赫松和搭档在小剧场演出 他俩在小剧场的火爆程度 不亚于其他的师兄弟 不过有些观众不太喜欢朱赫松 进攻型捧根风格 他们认为舞台上的焦点 应该放在豆梗艺人身上 但在朱赫松和搭档 靳赫兰表演过程中 观众的注意力和很多包袱 都是在捧根演员朱赫松的身上 当然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还是有很多观众 十分喜欢朱赫松的捧根风格 毕竟朱赫松在德云社后台 是被岳云鹏等人称为捧根巨匠的相声演员 而且朱赫松的捧根风格 也是得到了师父和师兄们的认可 特别是最近一段和张九龄的搭档 朱赫松的表现更是让粉丝直呼 靳赫兰王九龙快回来救救张九龄吧 他简直就是在杜劫 别的不多说 朱赫松把张九龄逗笑场那一段 就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而在近期 靳赫兰与刘哲搭档说相声这场 靳赫兰在线自嘲称 开始向师兄严赫翔看齐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靳赫兰觉得朱赫松已经火了 自己多少有些寡妇失业的样子了 看到朱赫松日渐红火 不少人怕两人像其他搭档那样分开猎穴 也在靳赫兰直播的时候询问 你会和朱赫松分开吗 有人想抢朱赫松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 靳赫兰正面回应了网友的提问 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您就要看谁用它了 如果是现在的明星演员 要和朱赫松搭档 我会感谢他 说完这些靳赫兰眼圈都红了 很明显的看出了 他的不舍和这个问题对他的刺激 随后靳赫兰表示 如果这位明星演员 能够一年带着朱赫松挣三五百万 我会买好礼物 带着朱赫松去感谢人家 并把朱赫松交到人家手里 感谢您这么捧他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朱赫松和我在一起挺好的 总的来说朱赫松要跟别人 肯定要比跟着我强才可以 对于这件事情 靳赫兰和朱赫松之间聊过 二人也都和对方坦诚不公过 自己的想法 在最后 靳赫兰表示 要说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也高兴 也很失落 毕竟也搭档这么多年了 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 咱们到那儿也搂不上年了 不上年了 八年 我八年也想说 说难不上说短不躲的一个年纪 八年人生有几个八年了 人生有好多八年了 八年咱就别轻取了好多 那好我进过来几个不行了 八年了 八年了 我从二十分里走到了八年了 当然 有人说靳赫兰和朱赫松 真的会有分开的一天吗 对于这个问题 至少德云社不会强制分开这两位 之所以如此督定的说 有这么两点 第一 靳赫兰和朱赫松 在拜师之前就是搭档 算是靳赫兰从娘家带过来的搭档 在感情上是没法替代的 德云社也不会这样硬拆 第二 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靳赫兰家的长辈有恩于郭德纲 师父郭德纲在收靳赫兰朱赫松为徒的时候 也讲过这件事情 所以懂得感恩的郭德纲 不会霍霍恩人后代的 既然德云社不会强制拆开二位 朱赫松跟别人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毕竟已经搭档很多年了 与其跟别人走 不如以捧根的形式火了 拉靳赫兰一把 岂不是更好 在最后 靳赫兰也表示 朱赫松现在就是祸害 他现在和谁搭档 就是祸害谁 确实想想张九龄的渡劫现场 一般人还真招架不住朱赫松的捧根风格 那道理搞吧 这也好迈嘛